这个亚里山大里尼好几脚球处理的非常好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有克莱奥这个中锋在的话 边上再有他 对 那青岛黄海能好很多 好了 双方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打响 场地比较滑 结果是巴黎 远距离拿球转身之后顺势来了一点远射 所以还急于想证明自己 没错没错 阿斯卡 小七区附近把这球再传过来 左路45度曲球给他进去里面 结果阿纳托维奇无人看防的情况之下调整之后起找射门 哇好像是不越位 我们看 那他调整完了以后 就是找中间 后点埋伏三个人都是障眼法 其实这条船球啊45度 我们看 中短距离就是找中间身材高大的阿纳托维奇 往中路带 进入射城了 但是最后这条射门啊 邹正 打得非常糟糕啊 是 感觉就像是踢呲了一样 还是显得稍微年轻老草一些 开场到现在传了三脚球都没传好 是 外围 迪卡托洛佩斯在圈顶进到了左路 奥斯卡的横传球 往前趟一步抬脚射门 这边一对一 往前他起球 去到后点 球还在进去里面 奥斯卡 犹豫了一下 先是准备白腿 结果一看这球啊 算了我还是选投球吧 但是投球呢 并非是他的擅长 对 再给左路 燕子豪 哎呦 路得很漂亮 但是现在先后 最后呢 没办法 只能给回到圈顶 好在亚克山德里尼 这一脚打的质量不错 收收 高过了衡量 罗佩斯交给边路 直接往进去里起高球 安奥多威奇呢 回身 一摸幽啊 给身后 大进去里面 给人起到一起了 再把熊门缓过 安奥多威奇 安奥越位了 这球呢 王深超是不越位的 而且感觉这个T221呢 那洛佩斯是打给王深超 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呢 同样也是吸引到了 现任的中国国家队的 主教练李铁 说到体能消耗的话 上面场的数据统计啊 青岛黄海队 船队跑动 哎 开始动 上面场青岛黄海队 船队跑动 是要比上海上海多多的 对 二说话之间 刚才是上海上海队 在右路送出了一条 相当高质量的船中 奥斯卡 过领球 傅欢下到底线 船中船进来 很好的机会 这是傅欢下到底线之后 倒三角往进区位送 对方身材高大的五颗围棋呢 很困难的倒地 把这球挡了一下 我们看 结果正好挡给了身前的李文君 下一点发火似的 一巴掌狠狠地拍过去 感觉他自己踢的也不也不顺 嗯 哦 好球货 给他进去里面 主打半声音响 判定点球 后冠应该是没踢到 那是就卫阵给法案去了 嗯 青岛黄海队由队长王栋来主罚点球 骗过颜子凌 稳稳地将球打进 一比零 青岛黄海队领军 大力变球制造军期里面 第一点谁都没顶到 转身 嗯 主打半同样也判了点球 李胜龙摔倒在了青岛黄海队的阵区里面 判的是亚历山德里尼在身后有犯规 看上港队是由奥斯卡来主罚这个点球 喂 球速 对 打得飞快 虽然手末呃是刘振理捉对了路 但仍然摸不到这球 看着球 呃 打着是真 球速快 角度 丢力量大 再给奥斯卡 外脚背 给到右边路 敲回来 看奥斯卡这条船怎么样 门前 李胜龙没顶上 嗯 今天下部场比赛的的确这个 中段的次数比较多 嗯 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了 最终两个队是苦战了99分钟 一比一握手言和 好